今天這支片是要來講鵝魚子的學問 哇,這你的小孩小孩就要為這個鵝魚子了 那時候老師介為家人的職業 他就跟他說,早期還偷鍋子 鍋子子還會 還偷鍋子子 鍋子子還會炒了 這就是這個鵝魚子 這個以前在抓鵝魚子 現在要這樣抓呢 現在怎麼做了 抓鵝魚子 以前民國六十幾年 我們家庭前有六十幾隊 南方又六十幾隊 在家庭前我們幾百隊 我們幾個三十幾隊 幾個城 幾個晚上 不過都要關於好的英文 都要準備 準備馬仔準備一塊肉湯 準備出海料鵝魚 所以在十一月底 新的十一月底 開始就都鵝魚 現在鵝魚是照鵝魚嗎 鵝魚,我鵝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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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菜比威 上去比賽 比較老實概 用盲筆下 所以這老實下 不是,他可以射得比較漂亮 好,來 下一張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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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爸爸,你看這裡十幾個月 他在總統府的時候三、四個月在跳 所以加了比較多 我也是加成為董老 這算我四個月 我會跟他說 一年來給我 幾天三個吃 給我年年有餘 我是這樣想 他說好 我跟這個 這些南瓜 是熟義過避震的 所謂 來 將純也照顧未來 必須出飛鵝魚 plastic 一堆孫一定要兩隻 吃手餅一隻,倒手餅一隻 一隻都要自己的傳言 所以一堆孫要... 他們24人 這張圖是... 黑魚是... 為我來... 中央把黑魚切開的... 的現場 一般黑魚是... 一般黑魚是... 謝謝... 在海面上... 假設這裡是不一樣的 他出來後... 出來生意去找黑魚館的時候 我們看到黑魚館 倒手餅的... 倒手餅的... 准... 誰倒手餅... 正手餅... 為我來的時候... 黑魚... 就是... 為我們裡面... 當然為我們裡面... 有可能這裡... 這裡的圖是200米... 這裡的是80米喔... 他要最多的... 就把它穿過來... 所以我們家庭所謂的... 貝魚館... 我們捏比較素望尊... 喔... 重望... 但是... 我們這個測望... 你三個今年的... 你三個今年的... 信望得好三個... 就表示... 你三個今年的... 受黑魚館... 貝魚館得多的少... 但是... 我們都淺化了... 我已經搞... 黑魚館了... 叫做素望尊... 所以... 借... 真早往的... 看來黑魚館到... 那由我來的時候齁 要 structure till my soul 怎麼橫有什麼橫 我想介紹一下 你在我來的時候 用這個将来 用這個将来在阿肋棍角 割完之後 這裡有一條鞋子 要有一個人把鞋子撩掉 比較不會撩掉 另外這裡有一個槓桿 這個槓桿吼 他把它調來這麼前頭 我們叫做鎮渡 鎮渡有可能三個 有可能五個 鎮渡 這裡撩下去鎮渡 鎮渡 鎮渡就撩下去了 後來再割 這邊割掉也換這邊割 割掉後來鎮渡也有 就是用來割掉 所以在鎮渡 一定要用這些鎮渡去做圍蠻 這對鎮渡就是我們在新北京 新鎮渡裡面 叫做金英雄 這裡都種種帶花 這樣都穿 青蛙裝 青蛙裝 青蛙裝就是在特派出門 穿的比較不會整成多 台語是水雞中 水雞 火山 叫做火山 國際人說青蛙 因為青蛙像青蛙 有利色的比較像 這是鎮渡 鎮渡 鎮渡 鎮渡其實每年在鎮渡來 都知道十幾歲 真正的鎮渡是 當初前十一 當初後十一 當然當初前十一 在當初十二歲期 十二歲 差不多十二歲 十十前後 其實不是十二歲 在十二歲 十二歲 十一歲就黑夜 但是那時候 沒有很大 很大 真正的黑夜很大 就是當初前 也太多 什麼前 當初前 當初前 當初 十二月二十一號 前十天 也太多 後十天 差不多到一月一號左右 當然一月 一月元旦的第一個禮拜 過去還有 但是很多 准地 就是三十幾 四十五米 這很古早 很古早 以探機 那早 黑夜空 你看到 五千塊 五千塊 他在列表機拍出來 一段一段 氣氛很厲害 五千塊就看到五千塊 在高下 在高下 一段一段 在探機 收回船 收回船 收回 扁刺 以前的 家生機 有一種 卡帶 它裡面就是 很古早 這樣 收回很多 很多種 這是 在黑夜 剛才我說的 出海後 尾到 黑夜 滾到 兩隻 從頭 從頭 再撞到 外面這裡怎麼用 我告訴你 這裡有故事性 這裡就是 這裡 這兩隻 收回船 我跟大家說 他們巡立後 收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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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 五萬 八千塊 收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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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出來這裡就是公海了 你有看這裡一組 這裡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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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 整個都黑夜 整個都黑夜 來喔 他每組都會 幫忙 他在收回船 收回船 我說收回船 收回船 收回船 黑夜 在那裡 他會跳 在那裡 公海 其實 他這裡穿 穿紅衣 牠的牠 這些牠牠的牠 牠的牠牠 牠的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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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牠 牠的牠 牠被牠牠 在那裡 牠的牠的牠 另外牠更可以用牠牠 牠都會牠 都在牠牠 把牠拪在牠找牠 牠能把牠放進牠? 牠可以啊 牠是牠的牠 牠的牠 牠的牠 沒有牠 沒有牠 牠是牠的牠 那不能把他穿一把蚊子給他 不可以 你想啊 我的閣姿在我牆上 你這次把我們用一定 我一定叫他 寄姓家給他抓起來 因為我沒有在那裡看 其實我媽媽給他 我沒有記得出牌 你不是在那裡看他 但是這送給他 我剛才可以說 這叫跳蚊 叫做跳蚊 這的人就是跳蚊 跳蚊子 跳蚊子 旁邊那些的人是跳蚊子 對 對 我就是這條蚊子的生態 整個生態我來幫你解釋 他就是 你看 這個蚊子 這個蚊子 他又把蚊子 過關起來 跳蚊子 要多少 他跳蚊子 跳蚊子 都頂頂了 是嗎 當然 他說 他的蚊子 他有可能跳出來外面 跳到大海 就不贏了 因為 這個蚊子 就是想像我們 在沙巴蚊子 在我們腳踏的時候 很快跳 蚊子不算怎麼跳 但是 他的身穩度 還不太差 他拼命地跳 所以 他在跳的時候 三線三線 我聊聊都說 所以這就是跳蚊 這跳蚊 你要看 遠方也有很多 這裡也有很多 這裡有很多 這裡有很多 所以這就是 整海蚊子來高的選擇 家庭外海 蚊子 蚊子怎麼進去 每走就放了 這真的很大風修 現在他們自己在海線 自己在海線 自己在外面做他們的工作 這些都跳蚊子 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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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機會主義者 他跳到 那裡的機會 沒有就沒有了 住在那裡 那裡 都跳蚊子 跳蚊子 都跳蚊子 他還可以 用那些幹部 用蚊子 都跳蚊子 跳蚊子 我剛才說 有一些蚊子 會用蚊子 去剪 我如果這個 鑽子 我會把蚊子 因為 那個蚊子 蚊子 蚊子 把蚊子 把蚊子 跳蚊子 那以前 你還要怎麼剪 以前 蚊子 把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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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萬月 走到一月就好了 你這樣說 他還可以把蚊子交回 這跳蚊子 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不好的 觀念的一個 惡行者 海上惡行者 等他爭在那裡 這不就很怕 那不是這樣 罰蚊子 罰蚊子 是 尊重 讓他看 他棄著 整個蚊子 裡面 都破蚊子 尊重 聽說 尊重 那事情 可能 以後的事情 沒有啦 要怎麼處罰 大家都知道什麼 什麼 就要 不知道 存在裡面 可以找得到 可以找得到 這是病 但是有這麼犯法 有啊 我講 犯哪一條法 你破壞人家的財務 這就是沒有看人家 有可能 他抓得少 就不會跳 他抓到 他的準度 像這 他剪掉了 兩隻都 只要剪自己的 沒想到 還要剪掉了 然後 他會把他的蚊子 用 這是 因為 這蚊子 你用三十個五十個 那蚊子 要用電動 起蚊子 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這個轉輪 所以有電動 有電 電纜線 給他 給他蓋起來 你看 那蚊子 慢慢收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 他會膚感 這個是準度 剛才金英雄 這個準度 我每次都抓兩隻 來手 這兩隻要拿回去自己煮 這都自己煮 我記得 山頂分 海角分 山頂分 十二、二十四個 也要留給他分 山頂老闆 像這隻準 兩隻準兩千萬 他說 他準度 他準完 會分 沒分 山頂老闆 我會分 你會分 跟山頂老闆 鑽腳 都要有分 都要留 這就是留 阿鑽中幾隻 不一定 看今天你來 沒有三百隻 要怎樣 要怎樣 好啦 阿來 一進走就是這樣 他也是用鑽海洋 在鑽島 用這網子 再調到上面 準備拍賣 喔 這準備要拍賣 他一定要拍賣 不管他多少 這拍賣 不管工的 老的 這隻比較大隻 不客氣 來 吃 烏魚子醬 烏魚子醬 烏魚子 做米粉 我用台灣柚米 叫烏魚子醬 對 柚米 Pasta 這裡是烏魚子 烏魚子醬 烏魚子醬 我來吃 我來包裝館子 我來包裝館子 我才烏魚子醬 我叫烏魚子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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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前面要拿多少 開玩笑 你吃了你就煩惱 等一下 我跟他很煩 他們都玩了 他們都玩一尾 這尾 今天去場景 差不多二十五個左右 那邊拍賣 假設這個拍賣 誰是 這裡都在那裡看 可能這個拍賣 他以二十五個開始 沒有,每一月不管你工的、沒有的,大部分、小部分都打不完 叫拍賣三層,三層沒有肉槌架 三層架,第三層 以後你今天打不到$388塊,要吃$388塊 這隻如果當工的,不知三九天 裡面沒有賀錢,就要用$388塊錢買 這隻裡面一筆賀錢十幾斤 因為沒有的,這隻三八百六塊錢 就是拍賣就是這樣,沒有分 沒有,我們裡面是什麼品種,什麼都沒有 拍賣不完嘛 拍賣不完,請去賣 請去賣,請去賣,我來介紹 剛才,大概的介紹烏魚高級港的拍賣 我來介紹烏魚,怎麼樣 台灣,這是黑草支流 歷史是黑草支流 沒有分別的,黑草支流 在下面的熱風到上面的中國沿岸流 東北季風,整個沿岸流很強在沿岸流 黑草支流的溫度 是20.2度到22.8度 所以差不多20度到23度是以前喜歡的 回油的溫度 當然,你在怎樣回油 它每年的秋末冬是從 不會讓我們黃河出海火出來 你要有過能的東北季風 我們到10.3.5.8還不夠能 我們要是10.5.0.8以上的大東北季風 很大黑草 如果大黑草這個露荷 我記得那個荷荷荷 我記得那個荷荷荷 我們要大荷荷大荷 一整天沒沙 沒沙冷 兩年 我現在在看一個黑荷荷荷 watch that 小狗 沒RO 其中 因為每年秋末冬初 歐宜他頭一尾出來是安在 黃河出海口 安在保海灣出來 這裡是河套 牛來到這裡 其實他沒有跑來到河套 是在他的黃河內陸應該 五公里、十公里 都滑在淡水的漁區裡面 每年秋末冬初 他成員絕對會出海 我們抓到從漁業局 抓到海洋 居容的海洋 實驗所 其實全省都有 我們都駕駛 都駕駛來把我們採樣 他採樣撤到 他一尾黑魚幾公分 一尾黑魚幾公分 看 他採樣撥一尾黑魚 他採樣撥一尾黑魚 他採一尾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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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歲到八歲 三歲到八歲而已 一歲兩歲 還要撥一尾黑魚 我以為是 一歲兩歲是 高小孩不好對 因為這尾黑是傳統這代 不是要來玩的 從北方 從中國 北方 華北沿岸 他會一直往 往 所謂的東北季風南下 南下 南下回遊 當然 來到華中 沿岸 以上海的 江蘇 成平島的上下 華中 如果來到這裡 魚就貴了 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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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多久 那不一定時間 他東北季風阿強 他走得快 無疑是很深門的東西 沒有幾個月 沒有啦 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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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禮到上海 就是啦 因為他這幾千公里 可以走得很快 所以他華北的黑魚 來到華中的時候 烏魚肥 值得飽滿 在那裡抓到的黑魚 台海的黑魚就十歲 當然齁 每一年 第一回是 怎麼 這這種 漸漸的素材 叫做煙台 那是一個很大的漁業港 出 北海灣 在黃河出海國 出北海灣的黑魚 抓到齁 都是 台海還是 有黑魚人 都來自 煙台 跟上來台灣 我問 上來台灣 他們怎麼來台 上來台灣 做黑魚子 對 他們沒有刺到 所以台上說 黑魚 一定要送來台灣 他們沒有在吃黑魚子 嘛 他們 1988年開始 我1990年去 耶魯考察 我 暗生20年 這個市場會成長 其實現在不會 我現在還會 預計給他15年 市場比較難起來 你沒那個文化 以前沒有這個文化 沒有在吃黑魚子的文化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 他們1895年 到台灣 都市場有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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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 他們在這裡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好東西 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知道黑魚子 是一個好東西 每年的東智 在對內 在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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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以前的黑魚子 對黑魚子 對黑魚子有很多大型 因為 從長朝過 他們 黑魚子 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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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可以賬但是很難賬 黑衣有黑衣賬你知道嗎 怎麼賣黑衣賬 胆子 我覺得他們是錶兄弟 有賬 他要吃沙地的那個 所以他都在河床齁 穿好 吃他的刷 吃飽之後 他還蠻賬 賬有賬 賬是一隻胆子去賬 賬來幫助 乳種 消化 黑衣賬你把頭皮都刷 把頭皮都刷 把頭皮疙瘩 把頭皮疙瘩都刷 就是他的肩肩 這個蠕動幫助蠕動 所以換名稱叫 胃 當然也不是肩 所以我說 在華宗的黑衣 假設在蟲名島 在長江出海國 蟲名島有出來 他越過 往南走 越是街道 這個都市叫什麼 叫杭州 夠了杭州灣 杭州灣外角 rival 叫做的時候 做道中山前島 1999年 我就在做道中山前島 逝恒調查 這種 accomplice pong 他當時ショ敬多大 玲瓏口,會變什麼? 會變什麼? 我們只是變黑衣 當然,在我們秋末當初的黑衣那裡有很多 除了在華中,這些黑衣 如果越過杭州灣,越過祖坦前流過來 華中的黑衣出來,來到浙江,來到福建 這個就是福建的福州 福建具VID-大水福原案, Chin liter温期 bill 一個定位到台灣永歩元 所以他就按臺灣送,整個貝老會 你不要以為,他全部都來按臺灣 他們的助選沒有清楚,他們被隊的归宣告 一被他 Simon Calle each one 以我的推算,不是出將三千萬元... 一千萬元才能出將三千萬元,不分自 Valerie 三萬二萬元,我們的船長 abdominer 說蝦魚來,你抓他一聲,你抓他一聲 第一年,抓他一聲,民國六十年到民國六十五年、十四年到民國七八年 這大聲音,再抓他一聲 那台灣是委队之外? 就是在這裡嘛,所以我告訴你,我跟他說法北沿岸的蝦魚大地方 說到黃河嘛,當然,他沿岸都有蝦、河川、湖 並不表示他一定要住在黃河 他沿岸的一些淡水、河、湖、湖泊、沼泊、沼泊、沼泊區都可以住屋魚 他的秋末都是他的城景節,對我剛才說的三月到八月出來 他出來不是要說是為了城景節,為了交配、為了傳統 他在福州原來,他會到台灣的時候,他會到台灣西安 西安的三個地方 整個他一直在南下,他不停 他會來到亮不亮,沒關係的南銀 他到東港外海,會繼續下去 真正的他的交配 的地方 其實我認為他在華北來到華宗、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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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делает餛泊、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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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 折到它不會折到10萬元,以前看水檔就10萬元 水檔後就是它交配的母乳已經被公乳與交配 已經受精了 受精了,受精了 一支一支水檔,不然全部都會一支增加水分 當然水分不是吃海水進來水 是它生理水,就像我們連累養水 但是水檔軟軟,有一個軟軟的水 水到一定的水分,水分到座的時候 它在屁股排出,一半三個條撲到撲到 它裡面的人都生掉 就是這樣是金魚 金魚,水煮車裡面的魚在那裡撲到一段 整排兩條跑出來 當然一比肉質是二三十萬粒到二百幾萬粒 裡面有那麼多粒,要爆掉它 在要爆兩條,受精卵之後 那時候,你也要到,我們去市場買,我們不願意買回來 這樣就,我們說的是,參加不通收縁了 因為我打不通,我一般一星期就收,一星期就能打不通收績 我打這股會打兩條 受精卵是不能... 曬不甘啦 曬不甘也不能買就對了 你就沒有商業價值,所以你要給我買軟軟的 打不通,你要給我買用這樣 所以應該是就要... 順庁就要幫忙走那條啦 對 對 明天